也正是这宝贵的一瞬间 徐扬再一次将玉谷神剑 融入虚空当中 所有叠加起来的十倍灭视之力迅速消融 战场中央区域的所有威压 也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徐扬自然是有无限的冲动 直接镇压面前的祖龙 然而和这相比 他更不愿意看到女帝 有一丝一毫的伤害 因此在这紧要关头 他果断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欲望 保护身边的女帝 殊不知 这样一个细节 自然也看在面前这紫黑色巨大的头颅 以及虚空中那神秘的声音眼中 老龙说完这些话 突然化作一道紫色的光芒 回到了那张古朴的座位前 而此时的他已经恢复了紫色盔甲的形态 再也没有任何气息 与此同时 那王座的面前 一道古朴的老者形象 突然哗哗而出 这个人虽然是一副 垂垂老矣的朽木的模样 可是他背负双手的姿态 却如亘古长存的诸天法则一样 给人一种不怒自危的威严 这个人就是烽火无极吗 不知为何 此刻许阳虽然虚弱无比 但是他更渴望和面前的老者 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巅峰对决 就算这两个人都已经不在当年的巅峰状态 可是他们的灵魂却都已经达到了一种超脱世俗 凌驾于世界之巅的境界 毫无疑问 面前这个老者虽然一动不动 但他也同样能够感受到 此时徐扬灵魂深处的这种想法 父亲 女帝无比激动地想要冲过去 拥抱着老者的灵魂 但是在这老者五步开外的位置 却是被一股无形的威压自行弹开 而此时 小花也赶忙来到女帝身边 将她拉到了一边 女帝也是曾经这个世界最顶尖的强者之一 听到小花这么一说 立刻便明白了过来 像她们这种级别的存在 单纯凭借意念 仍旧可以来一场旷世对决 两个时代的王者 竟然在这无比破败荒凉的地下空间内 来了一场不为人知的世纪绝逐 恍惚间 徐扬的灵魂和面前老者的灵魂体 同时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灵魂境界 在这神秘的灵魂空间当中 仅仅只有徐扬和烽火无极两个人的灵魂存在 周围布满了黑暗 甚至连法则的气息都已经完全消失 任何种类的能量形态都在这灵魂空间当中化为虚无 以他们两个人如今的境界 仅仅只是一道眼神的对抗 或许就能够分出高低 我现在无比的确信 你就是我无数万年所等待的那个人 一个能够继承我当年未完成意志的存在 毫无疑问 以你现在的实力和天赋 整个诸天世界体系能够和你抗衡的人 已经屈属可止了 徐扬面色平静地露出一抹笑容 前辈过奖了 不管怎么说 你当年所做的一切 都是值得诸天世界每一个后辈尊崇的 更不用说你还是女帝的父亲 你我之间也不需要再恭为什么了 来吧 让我看看现在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你 与当年巅峰状态的我 还有多少的距离 烽火无极话音一落 在他的背后 突然间幻化出一道紫黑色的长剑 这把剑通体完美到了极点 给人一种霸绝天下的君灵威压 相比之下 徐扬面前的这一把玉谷神剑 则要清秀得多 如果非要将这两把剑做一个类比 那么徐扬的玉谷神剑 就像是一个谦谦君子 卓尔不群 而烽火无极背后的这把剑 则是所向无敌的盖世魔王 让众生为之臣服 两个时代的绝代王者在这一刻 同时飞出他们背后的这把剑 但两道剑芒终于撞击在一起 整个灵魂空间被这剑芒的气息完全点亮 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产生 可是当下一瞬间 所有的喧嚣尘埃落定之后 烽火无极不禁仰起头 朗声大笑了起来 徐扬依旧完好无损 而烽火无极的那一把紫黑色长剑 却已经被徐扬的魂力震散成了虚无 毫无疑问 这一次较量依旧是徐扬赢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终于还是老了 徐扬确实微笑着摇了摇头 你只是进入到了不朽的境界 这世上哪有永恒的无敌 有的只是不断超越的王者 若是没有你 诸天世界的传承 恐怕都无法延续到今天 烽火无极苦笑着摇了摇头 你不用安慰我 我看得很开 如果你无法战胜我的话 或许我才会真正的失望 烽火无极话音一落 突然间 就在那把腐朽的 已经落满灰尘的座位下方 那把通体紫黑色的长剑 凭空幻化而出 就这样自动自觉地 飞到了徐扬的面前 这把剑 便是当年随着我 征战天下的本命神器 名为图天 但这个名字 只适合当年巅峰状态下的我 却不适合如今的你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借助你体内 无暇天使之力 尝试将你的这两把剑 融为一体 那样的话 才能够打造出 真正适合你的完美杰作 徐扬得到烽火无极的指点 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生出了新的想法 毕竟对于徐扬来说 离开这里之后 他将直奔吴岳天 后续所面临的对手 才是整个诸天世界体系 未免之下的最强梯队 想要在这终极决赛圈 笑到最后 徐扬的确是需要一把 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命神器 而面前这两把剑或许就是打造本命神器的完美材料 多谢前辈指点 徐扬这话刚刚开口 面前烽火无极老者的灵魂体 开始走向溃灭 前辈 徐扬突然大吼一声 赶忙冲到近前 想要阻止烽火无极灵魂溃灭的节奏 这仅仅只是我的一道灵石而已 当你真正达到鼻尖猪天的那个时候 我在封神令当中存在的灵魂本源 将再次出现 不必为我感到悲伤 照顾好我女儿 个跑 过 我就 感谢观看